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上新的一个单元哦 我们今天要上的单元是 第四册第四章 第一节的平行线与截角性质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记得你的手边 如果课本要拿出来 那而且还要准备计算纸 还有纸尺 原规 还有笔 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课程 好 接下来打开课本哦 好 来 同学 我们看到课本这边 四之一 平行线与截角性质 小学四年级就有学过平行线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铁轨 同学有看到平行线在哪里吗 好 这两条铁轨是不是平行的呢 这两条平行线会有什么性质 还记得小学老师教过 如果两条直线同时垂直于同一条直线 那么它就会是平行的两直线 所以老师看一下 这个铁轨感觉好像斜斜的没有平行 哦 那是因为是视觉效果 实际上应该要平行 不然这样延长下去的话 火车应该会出轨吧 好 所以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枕木之间可能是平行的 两铁轨之间一定要平行 不然一定会出轨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可以看到其他平行的一些事物呢 同学们想一想 你家里的柜子有没有平行的线呢 你走楼梯的时候往上看一下楼梯间是不是感觉有看到平行的线 或是你看窗户 你看建筑物的柱子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平行的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小学四年级所讲的概念 两条直线分别是L1与L2 如果这两条直线 被L这条直线垂直 同时垂直于L这条直线 那么我们就说L1和L2是互相平行的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平行 同学要记起来哦 我们小学是没有学过这个符号的 平行的符号 OK 好 所以呢 如果L1和L2是平行的直线 我们就用L1平行L2 同学可以练习写写看哦 L1平行L2 同学可以在旁边练习写一下 我们也可以写成L2平行L1 所以我们再把这边的重点说明一次 如果两条直线 分别是L1分别是L1和L2 L2被另外一条直线L 同时垂直 我们就说L1和L2互相平行 记作直线L1平行L2 同学记起来了吗 好 那我们就翻到下一页 好 我们看 刚刚刚刚我们有说明直线L1 L2 互相平行的话 就是L会同时垂直于这两条直线 那么 这边会有两个焦点 A点跟B点 我们就称为叫做垂直 而且 A-B线段就称为L1和L2两条直线的距离 就是 A-B线段 就是直线L1和L2的距离 好 如果我们现在 在L1和L2 画另外一条垂直线 只垂直L1 如果我们现在做一条直线叫做M 这条M的直线垂直L1 请问同学 它也会垂直L2吗 想一下 我们这边 如果交的这两点 分别叫做D 跟C 请问 A-B-C-D 这个四边形 是什么图形呢 感觉好像是平行四边形中的什么 嗯 举形 或是讲长方形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角度是不是也会垂直呢 这个角度到底是几度 我们来算一下哦 四边形内角合 360度 扣掉其中已经有三个角是90度了 所以呢 我们会扣掉三个90度的角 剪完之后 是不是剩下90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明说 这边也会是垂直的 所以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结论就是什么 如果有一条直线 与两条平行线中的一条 直线垂直 那么 它也会和另外一条平行线垂直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有说明说 如果A-B这两点 A-B这两点 是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那么 C-D 线段 这样的距离 是不是也是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呢 而这样的距离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刚刚有说 这边四个角都是90度 A-B-C-D 四个角都是90度 它是长方形 长方形的对边会怎么样 是不是相等 是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它是不是会 处处都相等呢 所以这边老师出一个谜语哦 答案是一种水果 不平行的两直线 这是题目 请问这个迷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同学们 猜一种水果 不平行的两直线 这是题目 猜一种水果 好 答案是 相交 同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平行的两直线 是不是一定要相交 那为什么平行的两直线不会相交 我们这边老师用一个白板来再做一个说明 如果这边有两条直线 这两条直线是平行的 那它为什么不会相交呢 我们来画一条垂直线 跟它垂直 好 我们来跟它垂直 请问 如果 如果 我们假设在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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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会相交的话 假设它会相交 那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会相交 是不是这边会有三个点 这三个点 应该是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 但是我们刚刚说这边是垂直 是90度 这边也是90度 如果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会交一点 那这个角度假设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加上180度之后 它的内角合 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合 会不会超过180度 会吧 那就很奇怪了 我们不是说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吗 那如果这样的两直线 它会有一个交点 那么它的内角合就会超过180度 所以平行的两直线 它是不会有交点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跟其他人之间是不是处在平行的世界上 就代表说我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这样就不太好 我们一定要跟人多多的互动 去了解彼此 如果跟其他人都处于一个平行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是很冷漠的 好 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个问题 来同学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想一想哦 在一平面上有相异的三条直线 分别是L1 L2 L3 若L1平行L2 L2也平行L3 那请问L2 那请问L2跟L3会不会平行呢 同学想一想思考一下吧 好 今天老师还没有把马表拿出来 我们来倒数计时 让同学知道 时间差不多咯 老师先关掉这个画面 好 等一下我们再计时咯 来 来 老师来说明一下 因为L1和L2平行 同学要练习的去论述这个结果 因为L1和L2平行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如果我们画一条直线 来 老师画直一点 我们去画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叫M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L1平行L2 所以呢 M这一条直线 M这一条直线 就会垂直L1 而且呢 M这一条直线 也会垂直L2 好 所以呢 这边是垂直的 再来呢 又因为 L1 平行L3 那我们刚刚说 M这一条直线垂直L1了嘛 所以呢 M这一条直线 当然也会垂直于 另外一条 跟它平行的直线 所以呢 M也会垂直L3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刚刚的 M垂直L2 M也垂直L3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明说 有一条直线 同时垂直于 这两条直线 那么 我们 M 同时垂直L2和L3 所以呢 L2和L3 就会平行的哦 同学清楚了吗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做一个小小的 小节 同学 可以跟着老师看哦 如果有一条直线 与两条平行线中的 一条直线垂直 则 则也会和 另外一条直线垂直 第二点 平行上 平面上的 两条平行线的距离 会处处相等 而且 永不相交 第三个 在平面上 若有两条直线 同时垂直于 同一条平行线 则 这两条直线 也会 互相平行 为了帮助同学 更理解 老师 这边用一个 小小的程式 来帮助 各位同学理解 同学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 两条线段 AB线段 跟CD线段 好 那我们前面有说过 平行线的特性 是什么 这是复习哦 小学四年级 就学过了 第一个 两平行线 永不相交 第二个 如果这两条直线 不管你怎么旋转 当其中 一条直线 跟它垂直的时候 也会跟 另外一条直线 垂直 老师这边用 这个直线 表示 GH线段 有没有发现 它会同时 垂直于 AB线段 跟CD线段 不管老师 这个画面 怎么移动 线段 怎么移动 同学们发现 它永远会保持 GH线段 会垂直 AB线段 也会垂直 C珠线段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平行线的定义 是什么呢 如果平面上的两直线 同时与 另一条直线 垂直 则这两条直线 是平行线 称两条直线 是互相平行的 那刚刚我们也说明到 平行线的 记录的方式 是不是用这个平行的符号 来表示呢 同学还记得吗 两条直线平行 我们可以记作 L1 平行 L2 你也可以 记作 L2 平行 L1 好 我们刚刚也有说明到说 平行线的距离 是不是处处相等 来 同学看一下这个画面 现在这两条 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的长度 是等于1.95 老师不管怎么移动 是不是它的距离 固定都一定是1.95 所以我们说 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是处处相等 那老师如果再改变一下 这个长度 这个平行线的距离 是不是改变了 但是不管老师 怎么移动 这两条直线 如果保持平行的状态 那么它之间的距离 就会 处处相等 老师不管怎么移动 EF线段 它之间的距离 EF线段 是不是都固定是 2.67呢 不管怎么移动 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移动到固定的距离 2.2 是不是处处处相等 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固定都是2 同学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新的名词的定义 结线与结角 同学 你看到右边 这个图形 是不是有两条蓝色的直线 这两条直线 老师并没有特别强调 它是平行的 好 L1 L2 这两条蓝色的直线 如果被另外一条直线 画过来 有两个焦点 那我们可以 割出几个角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 脚1 脚2 脚3 脚4 脚5 脚6 脚7 脚8 有8个角 这8个角 称为 结角 那刚刚 L这条直线 就是结线 L是 L1跟L2的结线 这8个角呢 就称叫做 结角 同学你可以在旁边 自己用 笔画画看 两条直线 两条直线 同学你可以自己画画看哦 两条直线 任意的画 这两条直线 分别我们可以说它是 L1 L2 然后呢 被另外一条直线 所结 我们可以画一条结线 我们可以画一条结线 我们画这样子好了 那这个M 脚下这条直线叫做M好了 M 这条直线就是L1 L2 两条直线的结线 然后呢 它会交两点 这边有几个角呢 是不是有八个角 我们可以给它名称哦 这个角是角1 角2 角3 角4 角5 角6 角7 角8 这八个角称为结角 同学清楚了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些结角之间 彼此有什么关系 同学我们看 第一个 我们要说明 什么叫做同位角 好 所谓的同位角 刚刚这八个角之间呢 它是不是有相对的位置 比如说 角1和角5 它是不是都感觉像在右上角 好像有点像我们之前在学直角坐标 它们好像都在第一向线的样子 像不像呢 所以呢 同样在右上角的角 就是角1和角5 它们彼此就是互为同位角 角3和角7 一样在左上角 所以呢 角3和角7 彼此也是互为同位角 角4和角8 也是同位角 角2和角6 也是同位角 同学这样清楚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介绍 内错角 什么是内错角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在L1跟L2直线的内侧 内侧 这内侧是不是有 角2 角4 角5 角7 同样在内侧的这四个角 如果它是在L这一条结线的两侧 交错的 它就叫做内错角 比如说 角2的内错角 就是角7 角7的内错角 就是角2 它们彼此是互为内错角 角4的内错角是谁呢 是 是角5 没错 好 所以呢 角4和角5 彼此也是内错角的关系 我们再看下一个 同侧内角 一样内角 就是在里面的这四个角 同侧 所谓的同侧 就是同样在L这条直线的右侧 或是左侧 所以呢 角2的同侧内角 就是角5 角4的同侧内角 就是角7 角7的同侧内角 就是角4 同学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 是不是记起来的呢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练习 来 同学 这边给你 40秒的时间 来做这个题目 好 开始作答 收到这个题目 好 银行 告诉我 我们继续 好,时间到 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哦 脚二的同位脚 脚二在哪呢 脚二在这边 脚二的同位脚 它是不是一样在 这相对的位置上面的右下角 所以它的同位脚又应该是脚七 脚三的内错脚呢 我们看脚三在哪 脚三在这边 内错脚是不是内侧交错的 内错脚 所以脚三的内错脚就是脚八 脚四的同侧内脚呢 脚四在这边 同侧内脚一样都是内侧的 而且呢,在L的同一侧 所以呢,答案也是脚八 同学,您答对了吗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题 感觉比较复杂咯 题目第一小题问 脚二的同位脚在哪里 哇,同学们觉得好复杂 但是你只要记得什么叫同位脚 老师暗示一下哦,做个提示 答案不止一个 来,我们一样给同学 四十秒的时间作答 开始作答咯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时间到 同学们觉得时间好像不太够 因为这个题目感觉是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第一小题 角二的同位角 角二的同位角在哪里呢 这是角二 角二在这儿哦 角二的同位角 如果我们用这两条直线 被这一直线所结 L2和L3被L1所结 所以同位角是不是一样在右上角 这边的角就是等于角八咯 这是其中一个答案 那如果我们用L1跟L3被L2所结呢 它同位角会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角十一 同学这样清楚吗 第二小题 角一的同侧内角 角一如果我们一样L2跟L3被L1所结 角一的同侧内角 角一在这边 同侧内角是不是应该是角八呢 如果我们是这两条直线 被L2被L2所结 角一的同侧内角就是角九咯 再来我们看第三小题 角一的内错角 角一的内错角 如果这两条直线被L1所结 角一的内错角就是角五 如果我们是这两条直线被L2所结 角一的内错角就是角十 同学这样清楚吗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看是不是正确答案是这样子呢 嗯 老师也做对了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随堂练习 同学刚刚比较复杂一点点 现在我们再做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相信同学应该是 比较快可以解决 就给同学三十秒的时间哦 好 开始作答 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哦 角一的同位角 我们看角一在哪 角一在这边 它的同位角 是不是就是一样在左下角 角五的位置 所以呢 这边的答案 就写在这边哦 角五 把笔再放大一点点 方便同学观察咯 好 再来角三的内措角 角三在这儿 它的内措角 是不是交错的位置 所以应该是角五 再来呢 角五的同侧内角 角五的同侧内角 同样在内侧 一样在L的下方 就是角四 同学您答对了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同位角它是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刚刚我们认识同位角是它的相对位置 那同位角这两个角度彼此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找出一些特殊的关系 同学我们看这个探索活动 老师先把题目念一遍 如右图 L1平行L2 结线L分别交 L1 L2 与AB两点 L这条直线交 L1跟L2为AB两点 角一和角二是同位角 然后呢我们做一条直线M 垂直L1 分别交 L1 L2与C D1三点 那我们来检验一下 直线M是否会垂直L2 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现在只做直线M垂直L1 直线M垂直L1 所以这是垂直的 但是我们前面有说明过 如果L1跟L2是平行的 有一条直线垂直于平行线中的一条 那么它是不是也会垂直另外一条呢 是不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前面有说过 因为平行线L1跟L2是平行线 而且呢M垂直于其中一条 那么M就会垂直于平行线中的另外一条 这是前面交过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如果角一是等于50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角一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三角形A C珠 这个三角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三角形A C珠中 我们要求角A C珠的度数 怎么求呢 三角形内角合是不是180度 如果我们减掉其中一个角 角一 50度 再去减掉另外一个角 这边是90度 所以呢剩下是不是40度角 所以角A C珠的度数 就是40度角咯 那我们再看第三小题 我是这边把它缩小好了 这样我们三个小题 才能够都看得很清楚 好 刚刚我们已经说明 角A C珠的度数 是等于180度 扣掉角A的度数 50度 再去扣掉垂直的90度 所以呢就剩下40度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呢 我们要去看一下 角A的度数和角A是否相等 那么我们就要去算出来 到底角A的度数是几度 好 角A在什么三角形上面呢 在B C E这个三角形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先说明说 在三角形A在三角形A在三角形B C E中 三角形内角合是不是180度 我们就可以去求 我们就可以去求角A的度数 和角A的度数 和角A的度数 是不是一样 所以 同学发现了吗 如果两平行线被直线所结 结出来的同位角 角A和角A 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嗯 是相等的关系哦 同学记得了吗 好 那么我们来看另外的其他的角度 是不是也有同位角一定会相等呢 我们来想想看哦 题目说L1和L2是平行的 L是结角 结线 结出八个结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角3跟角4是否会相等 老师 这边只要用笔来画一画 你们就很容易可以观察出来 刚刚我们说角1会等于角2 所以这个角老师画叉叉 这两个角是一样哦 同位角 其中一组同位角 刚刚说相等的 那么我们来看 角3和角4的关系 是不是也相等呢 如果这边是叉叉 我们假设是S 角3呢 是不是180度平角 减掉角1的度数S 角4呢 是不是也是180 平角减掉角2的度数S 同学有没有发现 角3跟角4的度数 分别都是180减S 所以呢 角3会等于角4 那我们再看角5跟角6 角5跟角6 角5是角1的对定角 所以呢它也是S 角6是角2的对定角 它也是S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看出来 角5跟角6的关系 也是相等的 再来我们看角7跟角8 角7跟角8 是不是也是对定角 角7的对定角是 角3 180度减S 角8的对定角是角4 是180度减S 所以角3等于角4 当然角7也会等于角8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只要是平行线 两条平行线 被一条直线所结的时候 任一组的同位角都会相等 同学记起来的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角度的关系 平行线的内错角 我们来看一下哦 刚刚我们有说明 内错角 角2的内错角是角5 角4的内错角是角7 角4跟角7有什么关系呢 好 这边老师只要用一些符号 来说明你们就应该会很清楚哦 来 我们刚刚说 角2跟角1是同位角的关系 这两个角度会一样大 那同学你们发现 1和5是对定角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角度应该也是S 那同学们发现 角2跟角5是不是都是S 所以呢 内错角当然会相等哦 所以呢 我们要得到 两直线 两平行线 被一条直线所结的时候呢 任何一组内错角都会相等 那同学们发现 那角4跟角7怎么说明呢 因为角5跟角7是平角 所以角7是不是应该180-S 角4跟角2是不是平角 也是180-S 那你看哦 那你看哦 角4是180-S 角7也是180-S 所以呢 角4跟角7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结论同学要记起来哦 平行线的内错角会相等 再来我们再讲最后一个 同侧内角会有什么关系呢 同学看一下哦 同侧内角 角2的同侧内角是角7 那么我们看哦 刚刚我们还是回到 角1如果是S的话 角2是不是也是S 那角7呢 角1跟角7是平角 所以角7是180-S 所以呢 我们看哦 角2和角7 如果把它加起来 会等于多少度呢 是不是180-S 再加上角2-S 所以加起来的和 是不是180度呢 所以啊 两直线如果 背直线所结的时候呢 任一组同侧内角 是会互补的哦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最后的结论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学一定要记起来哦 来 我们刚才已经证明说 两直线如果 两条平行线 背直线所结的时候 任何一组 同位角会相等 记起来的吗 内错角会相等 同侧内角会互补 同学 记起来的吗 再讲一遍哦 两平行线 背一条直线所结的时候呢 任一组 同一角会相等 内错角也会相等 同侧内角会互补 如果同学 你常常会忘记的时候呢 你就把自己 拿一张纸 出来自己画 你就会很清楚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了 你只要稍微做一个 简单的画图 就会很清楚哦 好 那今天的时间 已经快到了 我们今天的进度 就先上到这边 我们下次会利用一些题目 来说明 让同学更了解 平行线 背直线所结的时候 同位角会相等的性质 还有同侧内角会互补的性质 还有内错角会相等的性质 好 下课